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鄭洪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那第一位是媒體人麥若瑜 麥麥 鴻英好 大家好 好 以及也是媒體人李文雯 郑大哥好 大好 好 另外邀請到今天的巨星 是這個藝人周丹威小姐 大家好 郑哥好 歡迎 歡迎 好 以及這個歌手孫晴孫大哥 這是我們介紹來賓 第一次有來賓這樣做的 就表示這個 以前有過這個非常強大的實力 那這個先跟單位跟孫晴大哥恭喜 因為他們要跟張葵開演唱會 那這個什麼時候 6月27 26 27 28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三場 對 三場 在哪 在花樣空間 也就是在中正區仁愛路 一段十七號的十樓花樣空間 可以容納多少人 孫哥 你說 大概六百人左右吧 六百人 票價如何 票價還好啦 就是賺點吃飯錢嘛 兩千五百塊的 五千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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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塊的是可能有點小餅乾吃啦 來 座位比較前面 比較特前面 這個舞台就等差一步之搖 搖滾區 對... 然後再來就是兩千五的 兩千五就排排座 排排座 是... 電話幾號 電話號碼 零九零五 這大哥也很好 說起來 沒有出情 對來賓這麼好 真的... 用力打 用力打廣告 為什麼要這樣介紹呢 因為這兩位 這個陪伴台灣的朋友 度過非常長的時間 留下很美好的印象 對不對 對 我剛剛私底下問單位姐說 這是你第一場演唱會嗎 他說三十五年來第一次 對 不容易啊 為什麼呢 三十五年為什麼想要之後 開演唱會 給自己一個衝刺的目標 對不對 雖然年紀大了 但是還是要活在 有活力的狀況之下 好 那孫大哥呢 你也是很久沒有開演唱會嗎 我常常開 我常常開 沒事 欠錢就開 因為孫大哥是實力派的 你知道嗎 所以他完全不害怕 我從二零一三年開過一場以後 就等到九八年又開一場 二零年開一場 二零年開一場 二二二年開一場 現在二三年 你怎麼每年缺錢啊 沒有 就表示景氣很不好嘛 這樣還不錯 沒事就缺錢 就賺點吃飯錢了 真的 不過我相信 當然這個賺點吃飯錢 是謙虛之詞 我覺得讓大家回味 對 兩位唱這個 這麼厲害的歌手 能夠聽聽你們的老歌 是一個很快樂的事情 是 我是把痛苦 接力在人家的 痛苦歌王 對 所以我的歌比較痛苦 但是我的人還是很樂觀的 很愉快 大家沒事來聽聽嘛 聽聽看我的痛苦 你就會很高興 所以說沒事就來看看吧 來聽聽嘛 還好 每一場 每一場都很捧場 都豹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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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錯了 厲害 厲害 就表示我的粉絲群呢 很棒 還滿忠實的 就是我一年開一次 他就一年來一次 反正也沒多少年嘛 反正大家看呗 什麼叫做沒有多少年 反正這個年紀了 也沒多少年可看了 就能看一天 看一次 掃一次 看一次 掃一次 看一天 多樂一天嘛 我的朋友聽說 孫哥又要開演唱會了 然後都說 他的歌唱得一流的 唱得好棒的 我說對 沒有錯 我說雖然孫哥 現在的年紀 我們看起來好像 還沒有怎麼很大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大 對 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事實上來講 他的寶刀未老 真的是唱得好 還好啦 我就跟孫哥講說 我們這場都靠你了 沒有靠我 沒有 兩位相得一張 紅蝦了 紅蝦 紅蝦了 先請教一下小麥 你聽過孫晴嗎 我跟你講 你聽過周丹威嗎 我們從小就是看他兩位的 我跟你講 孫晴大哥 我是1958年生的 1968年我十歲的時候 當時韓國有一部電影 轟動全台灣 叫《淚的小花》 電影主題曲就是 孫晴大哥唱的 《一炮而紅》 《淚的小花》 它在韓國唱 台灣 韓國的電影 韓國電影來台灣演 那個時候台灣是演韓國 剛開始演台灣電影 轟動的 《淚的小花》是一部最轟動 全部的人都看過 因為是苦情電影 家庭的媽媽跟女兒 小朋友這些故事 那主題曲就是孫晴大哥唱的 《一炮而紅》 《淚的小花》 怎麼唱 《淚的小花》 大哥來 你看 你要先 真的吧 紅的花 白的花 對啦 什麼的花 到我 你太年輕了 我十歲 我能這樣唱你不錯 我還 在雨夜裡飄落下 有幾朵海嘯的花 海嘯的花 是我 想吃掉它 我們只賣兩句 要聽要去買票 要聽要買票了 你真吝嗇 對 然後我們小時候就看 孫晴大哥在中視唱痛苦歌王 一大堆唱歌 主持節目 那丹薇姐 我跟你講 丹薇姐是 我要跟年輕觀眾講 七零年代台灣的林志玲 那有哪裡 她到高中還念 第一位模特兒 真的很美 她就已經在香港 先師百貨走秀了 我給你看看她當時 走秀時候的樣子的照片 你真的會嚇一跳 多美 這個真的是古董 你看 美到重程度 這個照片是從鱷魚圖書館 真的 我說她是電子檔 而且丹薇姐是長腿姐姐 很漂亮 你看 好脫俗 清新脫俗 一百七十二公分 美 超級好的身材 我跟你講那個時候 香港先師百貨 是非常時尚的 去那邊走秀 一個高中大 一個高中高 那個基督書院的學生 去那邊走秀 她當時也就是中影拍 一九七六年拍八百壯士 她就是女童軍之一 然後就進入影壇了 可是當時大家最驚訝的是 沒有多久一個新人進來 對不對 她得獎了 忽然得了一個 巴拿馬國際影展的 最佳新人獎 當時她還沒有認識周丹薇 這個電影叫淹水涵 是珍珍跟秦翰演的 對 這個電影 珍珍跟秦翰 可是這個電影你看 她在明星裡面 周丹薇是第二女主角 她沒有照片 因為她新人 因為珍珍 秦翰很大咖了 江明 劉尚謙 周丹薇 可是這個電影周丹薇 她居然在巴拿馬 拿了一個影展的新人獎 就糊裡糊塗就拿到了 就糊裡糊塗 然後就平地一聲雷 台灣就嚇壞說 周丹薇是誰 怎麼得了一個國際影展的 是 新人 就這樣子一炮而紅了 然後開始就開始演大量的 七年代跟秦翔林 林菁翔她們一起演電影 80年代進鍾事演電視劇 當紅的女演員 是 你真的認識 那時候就是漂亮 漂亮 這是什麼時候 這是大概是80年代 他真的是電子檔 他真的感覺就在野性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周刊 我們內華周刊採訪 那周丹薇就這樣 封面故事 而且我告訴你 他上封面不容易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 丹薇解釋所有廣告 你看這個廣告的 這是龐式廣告 它也都是這種 我們周刊每次都有這個服裝秀 他都是一定是找他來拍的 因為他是最棒的模特兒 所以他的那個 你看 他以前一架子 怎麼穿衣服都好看 現在還是一架子 還是一架子 我跟你講他最厲害的是 你帶了幾本來 我跟你講因為太多了 因為每一本都是他 每一本幾乎都是他做服裝秀 因為我們這周刊每天 每一周都會找一個女性 來服裝秀 後來發覺怎麼都找周丹薇 因為他就是 我等一下一定要把拍照拍下來 我自己都沒有 沒有 這個很珍貴的照片 我跟你講 我覺得他很厲害就是 因為他從小 從以前就是名模 我記得2018年 那時候我跟丹薇姐 在這次今年見面前 是2018年 那年是亞太營展在台灣舉辦 我是決賽的唯一的評審 台灣的 因為我們是亞洲的評審團 我是唯一的 丹薇姐是亞洲 他後來得過亞洲影后 他來當頒獎人 了不起 他很厲害 他頒一個最佳服裝獎 你看他對時尚跟model這種 幾十年他的那個嗅覺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名單了 因為我們要來頒獎典禮 可是我們評審團已經評出來了 那他是來頒獎 他不知道得獎 那他來就看五個入圍名單 那他還要念那五個入圍名單 他就看了一下那些電影 看一下照片 他就跟我講 是不是這一部越南片得獎 他一猜就猜對了 這表示單位 很厲害 不只是身材好 不只是人漂亮 而且是有非常好的才華 是 好 那今天難得邀請到兩位 等一下我們繼續聊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好 其實在那個年代要進演藝圈 有一些家庭是不太允許的 特別是家教非常嚴格 那我想請教一下單位說 爸爸是將軍 是 爸爸同意你進演藝圈嗎 不同意 那你怎麼還有辦法進呢 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小孩跟爸爸兩個人 或者是跟家裡面爭吵 誰會贏 小孩會贏 小孩贏嘛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我爸跟我講說 好吧 你堅持要進去 那你只要做出一件事情 記住一句話 我說什麼話 他說 堅持原則 守住原則 然後不要忘你的初心 我說好 我說我絕對做到這一點 所以就保持這樣 OK 因為有影視圈 有外傳就很多什麼潛規則之類的 對啦 那爸爸有多嚴 我爸爸 不准在外面外輸 如果我們那天要拍戲 或者是要幹嘛的話 就是要連夜回到家裡面 然後 那時候交通沒那麼方便 對啊 那就是開車 沒辦法 就開車開高速公路回來 然後第二天早上再早一點再去 我最記得有一次就是 其實我那時候還滿皮的 那有一天晚上 我們作秀完了以後 我們所有 因為我們那個團隊 要大家曬太陽曬得很黑 你知道嗎 那時候很流行很黑 就是我們就全部下完秀以後 就大家都殺到白沙灣去 到白沙灣的時候 我們要去曬那個太陽 你知道嗎 曬太陽讓自己的皮膚 變得很黑很黑這樣子 古銅色 古銅色對不對 結果我就想說 我不要打電話回家了 回家再說吧 結果我的第二天早上 舞蹈 和音 我說你們要陪我回家 我心想陪我回家 我應該不會受到什麼 對不對 但要給面子 沒想到我媽媽一開門 就啪 就是一個耳光 我那時候妳幾歲 我那時候已經三十來歲了 對 一樣 對妳 妳而言一點 對 我覺得我對她太鬆了 對不行 這集一定要讓她看 我這次的舞蹈 就是當年我的舞群 那麼她現在都已經編舞蹈老師了 他們到現在 我們會一年大家會聚會個兩次 到現在他們都在講這件事情 丹姐 她說我永遠記得 周媽給妳的那一耳光 那幕真的好親手 對 我心想 我說媽妳也太不給我面子了吧 當了這麼多人的面 上來就一耳光 一開門就是一耳光 一耳光 然後她講什麼呢 然後就跟我講說 妳不要進門了 就因為晚回家 就因為我晚回家 那隔天才回家 我第二天早上才回家 因為我們曬到 我們要曬日出的太陽吧 那才不會曬傷 可是又會可以吧 要白天曬太陽晚上要休息啊 結果妳也不敢回嘴啊 不敢 媽媽都這麼嚴啊 對啊 是...那如果交男朋友呢 交男朋友啊 那當然也是要看自己的孩子 喜不喜歡 他們對於這一點來講 不會很嚴厲的去規範 但是妳要交的男朋友 你真的認為的話 妳要...認為好的話 妳要把他帶回家來 讓他們鑑定一下 那可以先上車嗎 先上車啊 這在我們那個年代 好像有點難吧 是不是 但是個人的行為 個人負責 真的... 聽懂... 只要父母不知道就好 那妳怎麼會找孫大哥 苦情歌王來... 痛苦歌王來那個呢 一起演唱會 對啊 是要問孫大哥 OK 他要問妳吧 問我幹什麼 因為我從... 因為他問妳為什麼要跟我 為... 我是為什麼要跟孫大哥嗎 對... 還是說為什麼會 我們會組合在一起 這個組合... 應該因為我在義大利的時候 我就接到電話 就是我們之前 劉里展的十全十美的 郭製作人 郭鶴鳴先生 就打電話來給我講說 他想要辦一個演唱會 那演唱會裡面 他說我們搭檔的人 他說首先我們想到的是 孫情孫大哥 那我就說 郭哥我們怎麼會... 怎麼可能會搭在一起 我說我跟孫哥倆... 我們倆有搭過戲 就最近的演出一個連續劇 我們沒有演過 而是唱歌 我說我從來 我說而且孫哥歌唱得那麼棒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不敢 我不敢跟他同台 他歌飆得這麼棒 結果孫哥就講 不是 郭哥就講說 你不要怕 你跟孫哥來見個面吧 所以我回來台灣大概... 我那時候跟孫哥見面的時候 我還沒聲音 對不對 還沒有什麼... 感冒是不是 對 還沒有聲音 就去跟孫哥見了面 那孫哥... 孫哥是一個 你不覺得嗎 看到他的人 你會覺得有一種安定感嗎 我覺得就充滿智慧的人 對 沒錯 充滿了智慧 然後又有安定 很穩定的那種感覺 所以一見到他我就覺得 這件事情 我好像可以做的樣子 這樣喔 那這個孫大哥 跟單位姐這樣的合作 因為他三十五年來第一次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也是三十五年來你第一次 他的處女座給我 不簡單 不簡單 絕對啊 他就沒好意思說 這老頭很穩 很穩 很穩 他就沒好意思說 這老頭很穩 沒有啦 其實是這樣子 我以前也是很暴躁的 現在就是說有了年紀以後 稍微穩定一點 對 所以我就思考過很多 也考慮過很多人 我覺得我每一年自己唱啊 唱得也真的有點有點煩 對吧 因為每一年都是你一個人嘛 我一個人唱三十幾首歌 是 唱到好像大家同樂晚會 唱到大家都哭得一地 何苦呢 我說我弄點兒玉樂嘛 玉教玉樂 有一點美色 你不能老看我這種臉 你也不能老看我這種臉 對不對 我就弄點美色 我就想啊 誰最美 我最後一想 只有單位最美 謝謝 阿丹最美 我就要求這個小郭 我說小郭 你幫我找單位 他說哎呀 周單位好像現在都沒有唱了 我說不管他嘛 三十五年嘛 三十五年嘛 處女座嘛 對不對 處女座 我們一定要把她搶到手 我就一直拜託 她就找 找單位 那我覺得 單位跟我兩個 還是有很多共同點了 是 覺得唱歌沒有什麼 誰一定要痛苦 誰一定要高興 對 我也可以搭她的歌 她也可以搭我的歌 我覺得永恆的回憶 她也可以唱 對 對不對 只是唱的調子 可能比較 你漏線了 不能講我們要唱什麼歌 不管她 不管她 就是說 你不管她 我要唱的歌呢 我也搭配她嘛 她也可以搭配我一下 歌曲就是這樣子 歌曲就是大家都能溝通的 是 剛這個孫大哥 類的小花 是不是 對 那單位姐的長名曲是 單位姐有出唱片嗎 有啊 是哪一首 我這倒不知道 因為後來都是演戲為主 然後後來也做生意 所以我倒不知道哪一首 愛神不見了 真的 愛神不見了 對不對 愛神不見了 還有其實我的專輯的主打歌 叫同心圓 那個時候是 有一個唱片機構 叫東尼機構 東尼機構那時候就找了很多 我們電影圈裡面的人 譬如說像我 劉文正是我們的師兄 劉文正 然後田妞 胡音夢 曾秀珍 這些人都是在 我們在同一個唱片公司裡面 那我出的那張專輯呢 有兩張專輯 其中有一張專輯就是 童心圓 OK 他會請教你 劉文正在哪裡啊 怎麼撈到劉文正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阿拉同樣就住在美國的 這個孫大哥可能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真的 我跟他就同過台幾次而已 私交也沒有 OK 所以說他這個人比較 比較愚昧一點 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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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愚昧一點 而且也不太會說話 也不太愛講話的人 他就跟那麼幾個人 常常來往 OK 我也知道他跟的人是誰 他就那兩三個人 所以說他的圈子 生活圈很窄 很小 那我是大家好 吳湖四海 我是大家好 OK 所以我的 我就跟他 我記得他一輩子 不忘掉的事 就是說他的朋友 偷了我的衣服 給他穿 他穿得太小 他也穿在身上 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衣服大部分都是 比較說難聽一點的話 就是都是進口的 我比較捨得穿 柏萊品 柏萊品 比較貴 那那個時候 我也每一個月 大概兩個月吧 我會去一趟日本 我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國內出國比較難 我是喬生 我出國比較容易 所以我就常常出去買一些新衣服回來 是 就比較時髦一點的衣服 那我那個朋友就很愛劉文正 就想辦法偷了我的衣服給劉文正 結果他的個子比我大 他穿得很小很短 他也穿 我就覺得 所以說這個人我真不熟 你說他在哪 我也真不知道 不知道 是 道聽讀說了 道聽讀說 好 不過這個 丹威姐 她的人生是歷經變故的 他這個本來是想要生小孩 歷經了十幾次的試管嬰兒 然後後來又經歷過乳癌 又經歷過這個離婚 那這樣的故事是怎樣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請教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據說讓丹威這個人生跌到谷底 是的 那些變故事有多麼的狀況 我們其實知道那個阿丹姐 其實他我們剛剛提到了 他是在摩特爾界 他轉戰演員 應該他算是鼻祖 所以其實後 可是後來其實到了三十歲過後 我們剛剛聽到了 他被媽媽賞一巴掌的時候 他已經超過三十歲了 所以可想而知他很晚婚 他三十六歲的時候 嫁給他的前夫蕭先生 然後一路其實他到三十八歲之後 開始其實很希望可以傳宗接代 那這個就開始嘗試試管嬰兒 這一做就是做了十九年 這個是報載 十九次 然後將近九年 十年的時間 可是一直到都沒有成功 然後一直到四十六歲的時候 他決定就是說 那就放棄了 放棄了 可是在 因為很高齡了 四十六歲 要生小孩來講算高齡 危險 那個時候 如果真的有生孩子的話 可能孩子也會比較不健康 對 對 對 所以我都跟我的後面他們講說 要想要孩子就要趕快生 過了四十二以後 其實對於新生的嬰兒來講 其實都是一個風險 是一個風險 是父母的風險 也是孩子的風險 對小孩子 也不公平 對 沒錯 而且這十九次下來 你知道我們都剛剛看到那些 拍時裝的照片 很美的那個阿丹姐 她整整胖了八公斤 我胖到八十公斤 對 就是八十公斤 也很恐怖 對 那妳最瘦的時候幾公斤 我最瘦的時候 五十幾吧 五十二 五十三 大概五十公斤吧 對 一百七十二公分 五十公斤 最胖到八十公斤 對 比我還瘦 但是到了 就是她四十六歲那一年 她決定就是說 那就已經做那麼久了 都沒有成功 那就放棄好了 但是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她發現了 她是檢查發現她 右邊的胸口有一點點硬塊 然後被檢查出來 就是這個乳癌零起 可是在同一時間 她開始就是要接受治療 但是就發現了她的先生外遇 然後緊接著就父親過世 所以這個一而再再而三的 這個打擊 其實對她來講 其實造成很大很大的傷害 所以後來她決定 你知道嗎 那個年代 其實阿丹姐真的很紅 老實講 我還依稀 記得那個新聞 所以一定是被記者包圍 一定是每天很多那個新聞 是這樣轟炸式的 所以後來她真的不想面對人 也不想面對媒體 所以選擇就是 是不是離開台灣 然後到上海去居住 可是她以為這樣子 遠離傷心地 可以讓自己平靜 可是並沒有 到那邊她還是天天以淚洗面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下面我要講這一段的時候 其實我都 我都覺得感同身受 真的覺得很痛 她說她永遠記得 當時有一次上海 那一天高達四十度 高溫快四十度 可是她澀澀地發抖 可是那時候媽媽就 媽媽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擔心 就是因為她那時候覺得很 就是也不知道 就是病了 病了 然後那形容那一段時間 她就講了 她就說她那段時間都不怕鬼 因為她比鬼還想鬼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多痛苦 所以那個這個巨大的那個 就是這些打擊 其實後來當然是藉由很多的方式 尤其是那時候她說最傷心是真的給八十歲的媽媽 其實媽媽是非常非常擔心的 帶著她去普陀山 然後其實三跪九寇這樣 帶她去佛祖面前 希望她可以走出來 可是後來還是沒有 那直到其實有一個因緣巧合 就是後來就有一個朋友 岳陽電話給她 然後在電話裡面 幫我做禱告 對 做禱告 然後就這樣子一個多月之後 她突然響開了 突然響開了 對 那單位可不可以來講一下 九年十九次試管嬰兒 到底有多折騰 我想首先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做試管的其實本身來講 它對於身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女性荷爾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打針下去 其實是在催動我們那個 女性荷爾蒙的部分 它只是它催動你 讓你提早的產生荷爾蒙 然後產生很好的卵子出來 所以它對於身體來講 是造成很大的傷害 是 我最記得最後兩年吧 我的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要休息了 你不要再做了 他說他這個是滿傷身體的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很心急 很吉祥 說年齡也大了 所以要趕快做 我說沒有關係 所以在一年裡面 我可以做兩次 你想想看 它打針完了以後 你要孕育一段時間 是 其實孕育完了以後 你沒有得到 沒有 沒有這個受精卵出來之後 你的身體其實是要在 休眠的狀態 讓你的身體去休息 是 可是我完全不休息 我就是完全在接連的這樣子 所以造成了身體很大的傷害 所以如果今天 那個很大的傷害 跟後來有乳癌有沒有關係 有絕大的關係 對 應該有關係 有絕大關係 因為其實 有尤其是女性方面的癌症 其實跟我們本身的荷爾蒙 對 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那我們在打這些針的時候 造成了荷爾蒙的一些 一些催生它等等 這個關聯性一定是有的 不是沒有 了解 這是第一個 你十九次 是因為你很喜歡小孩 還是老公要求 還是公婆 我本身就很喜歡小孩 我的媽媽幫我小時候 幫我織的毛衣 我到現在 我還留在那邊 還在 為什麼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把它留下來 留在為什麼 我想說給我將來的女兒穿 我要讓她變成一個 傳家的一個衣服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本身 我自己就很愛孩子 那當然 夫家那邊 也有他們的想法 是 那前夫也有他的壓力等等 種種的事情 加在一塊的時候 夫家那邊有要求就對了 對對對 那是自然的 那是自然的 我相信所有的家庭 尤其是長輩 都是希望自己家裡面 有一個後代 能夠傳承下去 那你這麼 為這個事情這麼打拼 那又得到乳癌 你希望是如何發現 老公有外遇呢 這個人家常常都講 講過一句話 所有的事情都是做 太太那個正公的是 最後一個發現的 所以有人事先發現嗎 那時候就有很多很多的傳聞 但是我都不予理會 不予理會 我想說沒什麼好想的 也沒什麼好理會的 就這樣子過吧 那當然我想現在事後來講 我覺得一個婚姻的失敗 我們也不能夠 完完全全講是單方面的 雙方面其實都應該要負點責任 怎麼說你也有責任 你沒有生下孩子 這也是一個責任對不對 沒有生下孩子是老公外遇的理由嗎 對 而且阿丹姐我覺得 她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太太 因為她在真的確定外遇的 這個之前的 就是八年前 其實媒體也曾經講過說 好像她跟 就是她的前夫 跟這個一個 某個投顧公司的女經理 過重生命 那時候阿丹姐還跟先生出來 還力挺先生 好了一路 我覺得這樣子吧 她已經走了 那我們對於逝者來講 我們只有緬懷 也只有懷念 每一個人都有錯的時候 也每個人都有好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去想她的好 我覺得這樣子 對於她來講 她在上面 也會比較開心一點 是好不好 當然我們不是在追究 或譴責逝者 不是這個意思 有時候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 也許對觀眾朋友 有一些啟發 所以我只能夠跟大家分享 我當時的心情 跟我的整個精神狀況 其實那個時候來講 一個 尤其是一個女人來講 女人在家裡面的時候 我的父母親 當我出嫁的時候 他就講過說 你嫁到別人家的時候 你是媳婦 你不是女兒 所以你要收斂 自己的脾氣 個性等等 那當然我們在家裡面 因為我是獨生女 所以我是天地都是父母親 天地就是我的家 那嫁了人以後 當然夫家就是你的天地 對不對 那當然以一個女人來講 在這個時候 你失去了天地 然後你的身體又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 自己的父親又過世 等等等等 然後生意上面來講 我的生肌公司 那個時候也遇到 很大的危機這樣子 所以種種的事情加在以後 就變成一個情緒上面的 一個失控跟 我們現在講起來 應該就是憂鬱症 就是憂鬱症對不對 就像剛剛文婉有講到 就是說 像我母親八十歲了 帶我上普陀山 那個時候她還是信奉 觀世音菩薩 她三跪九寇上山 去幫我求我的平安 對 我沒有任何感覺 我沒有任何感覺 我這個人是一個 沒有血 沒有肉 沒有靈魂的一個人 所以我一點都沒有 心疼我的母親 八十歲了 為我這樣子的做 所以我失去了我的心智 我也失去了所有 在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那時候 我就是沒有靈魂的人 對 就是沒有靈魂的人 這個軀殼而已 對 軀殼 所以我說 我跟我媽媽的感情 非常非常的好 我很愛我的媽媽 媽媽也很愛我 照理來講 我對於媽媽 如果做這樣子的事情 我應該是會很心疼 可是我對她 一點感覺都沒有 一點心疼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 很可怕的憂鬱症 OK 這個當歸不容易的地方 就在於說 後來她選擇跟先生離婚 可是先生後來得了癌症 你又回去照顧她 這是了不起 好 那另外就是孫大哥 孫大哥 該我了 該我了 太鬱悶了 太鬱悶了 你剛剛已經講很多話了 我是覺得 還好周章位沒嫁給我 嫁給我 這些毛病都沒有 真的 那我們今天要促成好事嗎 他真的沒嫁給我 他要嫁給我 這些事都不是事 剛剛文婉已經被你的鼻子 迷住了 真的 不得了 我們先休息聽廣告 周章位 他十九年十九次的 這個飾管嬰兒 老實講他是對人很摧殘的 對 那麼後來又得了癌症 乳癌 那後來老公外遇 等同是被判 那後來這個離婚 那你怎麼會在老公 已經前夫了 當他得了癌症 你回去照顧他呢 我的所有朋友都說 阿丹這不是你耶 你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真的以我的個性 跟脾氣來講是不可能的 但是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做 是因為他 是因為他 他是誰 他就是我的上帝 也就是拯救我的人 我的阿爸父 他告訴我說 對人 對事情 你要心存著愛 這個愛 我們不能講說 他是一個很狹隘的 就是你對你的先生也好 對你的丈夫也好 你們可能 雖然沒有了夫妻之間的愛 也沒有了 但是他終究是你 在這個人生道路上面的 一個親人 所以當他有困難 有需要你幫助的時候 你就要這麼去 那你照顧他多久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一年多的時間 那他看到你回來照顧他 他有沒有講一些自製片語 對你的感謝 或者是道歉 我們兩個中間應該不需要這些了 他只知道 他只要知道我在他身邊 他就會很安心 真的 文婉 你要不要學著點 我 怎麼突然間 突然間說什麼 人家對前夫都背叛都這樣子 那他要離癌我才能看 我哪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我哪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不是人家 外遇都還照顧 你前夫沒有外遇 可是沒有 文婉的個性 是一個非常直接的一個女生 我真的很直率 對 他是很直率的 可是我是心地善良的 對 我跟你講 丹薇姐我跟妳說 因為我們剛在這個化妝間 我們有聊到 我就說 這個丹薇姐被封為 最有情有意的前妻 我跟你講 我絕對是最無情無意 最恐怖的那個前妻 你今天要自己瘋是不是 對 我自己瘋 因為每個人的故事都不要 譬如是講說 都不能去把自己的框架 框在對方 就別人身上 對 那丹薇姐讓我覺得 很難得的是 因為當時其實 他的前夫也有試圖 就是說挽回他 可是他已經心意與絕 我就是要離開這一段婚姻 但是曾經有一次 好像他前夫好像不舒服 就是突然間打電話 給他 他也是衝回來照顧他 可是這個從化療 因為他後來前夫是 罹患兇陷癌 就是從這個開刀化療 到後來到告別室 他是一路一路的陪伴 那換我異地而除的話 我真的做不到 我沒辦法 我沒下毒手的陪伴 你需要上帝來修煉你 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這個真的是太難 然後我跟阿丹姐 有一個對話 大家聽看 他說你知道嗎 你就想著 如果一個路人他有難的時候 不認識人 你會不會去幫忙 會啊 基督徒會 對嘛 他意思說 你就把他當成 他就是一般人 你都會去幫忙 我說NO 你知道我怎麼回答他 路人不會傷害我 可是那個人這樣深深傷害我 我覺得很難 我沒有辦法 那麼超脫 無情無義 無情無義 不是 他先無情無義在前 所以我跟你講文婉 我們要跟孫哥學 孫哥 學哪一點 孫哥就有這樣的開懷跟胸境 他常常 在這段時間我們常常在排練等等 什麼的 孫哥就常常教我 馬上來聽孫哥的故事 不過這個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丹威他去讀了 台灣藝術大學的碩士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種人生的態度 態度就不斷學習 會讓自己快樂 對 那這是他的系主任 這是我的系主任 很帥吧 對不對 很帥 很帥 非常平面 很高 然後我們 我在那邊念了三年的時間 然後在今年的 學期的最後一天 拿到了我的論文的 過的這個證書 所以我們在校門口 太棒 都跟年輕人一起 對 我跟你講 鄭大哥 這個跟年輕人念書很累 真的 他們的思維 他們的想法 他們都二十幾歲 還有速度 對 還有速度 你知道嗎 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們這五個人 是我們台藝大人稱什麼 人稱台藝大舞姬 腰姬的姬 又很會讀書還是很漂亮 又漂亮會讀書 他們真的很漂亮 然後年輕 然後青春洋溢 然後思路等等 都是快捷得不得了的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跟他們一起念書 我也很開心 你備買五姬 對 當然 實至名歸 對 孫大哥 據說你這個在最輝煌的時候 在這個急流永退 那時候你累積了不少財產 到美國去 所以五年就花光了 一億六千萬了 風聲啦 風聲 我的風聲 好像都是真的 一億六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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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很會花錢 但我也很會賺錢 我很努力 我幹什麼像什麼 對 我在賣鳳梨書的時候 我一個禮拜 大概要十個貨櫃 我 那鳳梨書我一塊一塊 從台灣進的 從台灣 沒有 從美國 我的代工是新東洋 啊 美國有一個新東洋 對 新東洋呢 就是這裡的大 真正的 大房的老婆在那裡做的 嗯 所以我就拜託她 因為我不會做鳳梨書 新東洋有幾房啊 她的大房 大房 大老婆 嗯 然後呢 就我就跟她買鳳梨書 是 一片大概是 一片大概 一片大概一毛錢了 嗯 美金了 一塊五嘛 一塊五這樣的一盒九塊 嗯 大概一塊一毛一毛一毛六七吧 我用宣子來包鳳梨書 哇 以前啊 我講的是1986年了 是 我用宣子來包鳳梨書 一片賣幾塊呢 嗯 嗯 二十四塊美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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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二十四個啊 到日 騙人啊 不是不是 就一條 就一塊 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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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塊 我是 一條是九塊 嗯 我是花一塊五買的 嗯 我要把它用宣子包起來 包成 賣二十四塊錢一條 哎呀 真是暴利啊 對啊 因為畢半來講會講奸商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我真的用了很多的腦筋 哎 我在台灣訂做紙盒子包裝的 寄到夏威夷 我在夏威夷再重新補充 對 再重新包裝 然後這樣賣給旅行社 旅行社再賣給客人 到客人手上二十四塊錢 主要是什麼樣的客人在賣 全部是日本 歐巴桑 歐吉桑 啊 日本人很 因為他要買蠻族嘛 哈威夷 哈威夷 我的名字叫做哈威夷 哈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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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威夷是我花五五萬塊錢 美金買的這首歌 嗯 叫做夏威夷的航路 哦 這首歌 OK 哈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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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族呢是饅頭的意思 哦 哦 所以我後面加了兩個字 就哈威夷 這是很有名的一首歌 1970年的歌 是 1960年的歌吧 嗯 我花五萬塊錢買了這首歌 完了用它的名字 嗯 然後我下面加了兩個字 叫做曼族 曼族就是饅頭 饅頭的意思 哦 叫饅頭 其實日本人是 他們的海外旅遊第一名 都是夏威夷 他們非常喜歡夏威夷 他到哪裡去 日本人到哪裡都有曼族 嗯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夏威夷的曼族 啊 我就針對他們 因為老美一聽說 我二十四塊美金 早就跑得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所以說只能做給歐巴桑 而且在那個年代的日本 經濟剛好起飛 嗯 有交費力非常強 90年的時候 不得了的時候 不得了的時候 我們每一天大概接待 要接待六千名 到一萬名的日本客人 好客人哦 好客人 我每天要接待 是 所以我一天 一個人買我一塊就好 我就可以賣六千到一萬塊 在新東洋的鳳梨酥 也做得很好吃了 嗯 也還好啦 還好 好 那我先休息一下 讓你休息一下 來見廣播 要好嗎 一萬 好 廣告的時候我把它搞懂了 這個它買進來是一條 可以切成九塊 對 那一條買進來是一塊五美金 那麼也就是說平均一塊才1.6毛 那麼那一塊這個它經過包裝以後 賣掉最後是二十四塊美金 二十四塊錢美金賣九條 九片 九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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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那還是超級暴利啊 對啊 是啊 是暴利的 但是我真的用了很多腦筋 因為我們花很多廣告費 我要花錢去買一首歌 這都要算在成本裡面嘛 所以說我這樣子來賣二十四塊錢 就是說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 經營這個生意 我覺得生意真的是要經營 當然 要經營 那你賺那麼多錢 你就說你很會花 你有多會花 我一個晚上大概去喝酒 能喝到五千美金吧 十五萬 以現在來 當然當時應該是二十萬台幣 差不多二十萬 當時是一比四十 怎麼喝 就喝啊 每天晚上喝 不可能乾喝啊 還是說你有發小費 不是只有我喝啊 我周遭的一堆人 我要接待 所以說我很容易花掉 花掉這些 我也賺了這些錢 但也都花掉 不然應該講你花這些錢 其實也是在經營那些關係嘛 商業網路 也是在經營 對 其實就是 就是花在那裡 是 然後自己又耗 又耗玩 白天打球 反正也不做生意 在美國打球 花什麼錢啊 也要花錢 也要花幾十塊錢 問題是一去一幫著人啊 好好好 要招待他們打球 白天要打球 晚上要喝酒 好好好 大概幾天就花掉了嘛 有賭嗎 有賭嗎 我沒有賭 我不賭錢的 我不會賭錢 我是叫做 橄欖屁股 就是屁股是尖的 我坐不住 打麻將 最多打東風 真的 男朋友就開始翻臉了 好 西風就開始站起來 到處走了 差不多吧 開漂亮車子 我就愛玩車 對 古董 愛玩古董 古董 我收藏了很多 對 所以那次 我花了那些錢呢 我也收藏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到現在 我去年才想辦法處理掉了 剩那些古董 這些古玩 我大概去年 算去年五月份 我把它處理掉了 大概現在剩的很少 現在剩了很少 美國的車比台灣便宜很多 但是美國的錢也很難賺 對 我問你 就是說你在美國開 就玩什麼樣的車 跑車 我自己家裡就六部車 就是車子呢 也都是好車子 最差的也是家掛的跑車 最差的 機架跑車 好機人喔 就是說都是敞篷的車啦 因為他要玩帥嘛 玩帥我就給你玩帥嘛 所以 而且我在夏威夷呢 去洛杉磯的 也要經過夏威夷 也要停一下子 回來也要停夏威夷 所以我那跟旅行社比旅行社還忙 你那裡是中途之家嘛 中途島 中途島 都來 都來了 來了我就沒辦法就得接待 但我沒辦法同時接待 我就一個人丟一把車鑰匙給他們 自己去玩 那你當時那麼紅喔 為什麼你要急流勇退呢 我覺得紅與不紅啊 是看個人的問題 我覺得說紅 爆章雜誌每天在等你 但是我覺得說你要愉快啊 活得愉快 對 人活得不愉快 對 人活得不愉快 我在台灣的時候啊 84年就是民國七十二三年的時候啊 真的社會太亂了 我們每天被 我都被槍壓著上台過呀 哎呦 兩把槍壓著我呀 我站在台上啊 然後台下我要站著一批人是跟我倆面對面的 為什麼 因為要保護我啊 哎呀 是喔 因為有人要恐嚇你啊 說你不給我錢 我就從下面上來啊 所以我的舞台上 有人是這樣子面對 有人是這樣子面對 那為什麼他們要用槍壓著你呢 就是要你去唱啊 我對不起 你為什麼不答應去唱啊 我說我這一檔我已經有場子了 我這一檔我去不了 對 就來兩個人就用槍壓著你 壓著你去了 太紅了 那個人真的常常有真的 那個時候黑色會控制秀場 是 這種都是兄弟在控制秀場 是 那我也得罪不起 對吧 你得罪這個 去了這個不去那個 對 就得罪那個 所以他就會 為難啊 他就會找人來 我就說我切成兩半算 一半切給你 但是就是說他也不是說真的要弄你 就是那種氣焰很盛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刀口舔血的日子啊 真的不是人幹的 我其實不是被嚇得不敢幹 我只是覺得說 煩 很 我幹嘛要這樣子呢 我的人生幹嘛要陪你玩呢 陪黑社會玩呢 對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的 我就說不幹了 剛好我兒子要走 我兒子要去念學 念書 我就陪著他一起去了 我把他送到那兒 結果我也不回來了 我也在那兒 是 那邊比較自在 對啊 起碼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這種負擔 那你那時候那麼紅 那大家都要你 然後 有沒有人就是你唱了歌 他們不給你錢啊 好像這個是應該的吧 不給錢 很多拔蠟票那個時候 很多拔蠟票 我那個時候啊 最可怕的是 我一年可以拿到幾百萬的拔蠟票 就是拿到支票了 對 拿到這張支票 但是無法兌現 然後 這張票子永遠不會兌現的 但是我的舞群 我的合音 我的工作人員 我要付錢 對 我要先付錢給他們 然後我這個錢 拿不到 所以我不但沒有賺到錢 我還要倒貼 我倒貼大概一年千八百萬 一年就要一千萬或八百萬 天啊 那時候的錢很大 我何苦呢 真的是 我何苦呢 我就說 不幹了啦 我就到夏威夷去買了個房子 是 我86年去的 我就買了個房子 然後才開始辦移民 到了那兒才知道還要移民 廢話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就開始辦移民 然後就87年才辦下來 所以說我覺得 很多事情我覺得真的 真的好無奈啦 好無奈 逼著我走的 其實我沒有要走 我也很喜歡唱歌啊 你講的一九八三八四的時候 剛好也是我在當兵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你 那時候我是顧海防嘛 警備總部的顧海防 那時候的走私槍支非常嚴重 特別是從菲律賓來 所以我們都要去看那個港口 要守 因為很多人 都在林邊那一帶 難怪 除那邊進來 林邊 主要是林邊 對不對 對 是嘛 我都猜對了 然後有軍官跟他們勾結 我們這個凌晨被突然 檢擊機有被叫起來 去看那個槍決 槍決啊 因為那個勾結嘛 台灣的黑槍那麼嚴重 你們還勾結 就是其實是殺雞儉猴 就是叫人家不准這樣子 對...就你剛剛講的 那個台灣那時候黑槍 那個時候 我就是常常被槍壓到 我還沒事就看他們在 在我前面拿把槍出來 孫子 這次要你來喔 你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他手上拿一把槍 我當然是孫子 我當然是答應 我當然說 好啊...我去啊... 只有這樣 唱還要唱耶 得罪不起啦 唱得出來 那也要唱啊 得罪不起 真的得罪不起 那個時候的台灣那種亂劑 就是讓你覺得說 我到哪裡才會比較安全 沒有 而且平靜一點 真的 所以說只有出國了嘛 出國最快 好 等一下回來繼續請教 好啦 先休息一下 我記得啊 我記得啊 當記者的時候 然後就是出差去美國採訪 然後途徑夏威夷 我就導遊帶我們去說 我帶你去看一個地方 結果我說去哪裡 楊麗花的別墅 笑一地 避看景點 對 景點 避看景點 很漂亮的別墅 但你是比較晚了 再找一點是說 孫晴家隔壁的楊麗花的房子 你本來都在隔壁 我跟他差一個山 我比他找到一個山 我是這個山頭 他是另外一個山頭 他的房子是我幫他買的 你幫他買的 兩百五十萬美金 那時候啊 那時候兩百五十萬美金 很大 一億 好大 一億 什麼叫一億 一億台幣 那時候的一億台幣 那時候 那是民國幾年 九十年的話 大概是八十幾 八十年左右吧 民國八十二年 哇 有一比四十嗎 那時候 八十一比四十 哇 漂亮 哇 驚人耶 剛好一億 然後呢 人家那個房子不賣 人家是工程師自己蓋的房子 工程師自己蓋的房子 然後呢 我們洪大哥就非要人家那棟房子 洪文棟洪大哥 我這個大哥呢很霸燥 就說老帥你去幫我問 我一定要買他這個房子 我說怎麼可能呢 人家住得好好的怎麼會 帶兩把槍去 沒有 我就沒辦法 我就敲門啊 我說對不起 我們可以來參觀一下你的房子嗎 在美國是賣房子 Open house你才能進去看 對 對 他說我也沒有賣 我也沒有要幹嘛 你幹嘛要進來看 我就說我非常喜歡你的房子 太漂亮了 就這樣子 硬把人家弄回來的 那蘇大哥你前年離婚啊 哇 我有離婚嗎 我也沒結過婚呢 我也離什麼婚呢 我在發婚呢 沒事 沒事 離婚好像是最近才 好像有辦過這個事 有辦過這個事 但它不是個事 就是離婚就離婚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有外遇了 或者是什麼 那看看人家來不來照顧我了 是這樣 是 是 是 我覺得阿丹的事情啊 都是一些很很奇怪的事情 都發生在他身上 對 其實都是你的不愉快 造成你自己的不舒服 他的不愉快造成他的不舒服 什麼意思 他可以愉快一點嗎 為什麼一定要十九次 去試一管嬰兒呢 這不是找麻煩嗎 然後一次不行兩次不行就算了唄 是 你自己在找事 我聽了他的感覺以後 我覺得他是在找事 沒事找事 我覺得很固執 很固執 很要 很溜 很溜 他就是沒遇到我遇到我 早就解決了 真的 早就應該要遇到真的了 怎麼解決了 早就解決了 是什麼嬰兒啊 還是嬰兒 弄不出來就算了唄 弄不出來就一直要弄 有努力過這樣就好 有努力過 有做過就好了 那你怎麼看待他回去再照顧他的前夫呢 我覺得這個是情跟意 我覺得意比較重 情比較淺 我覺得他的一種意氣嘛 對 很多藝人都是很有意氣的 是 這種就是傻逼一個嘛 沒有其實我們演藝人員 就是傻逼嘛 我們演藝人員真的是有情有益的 傻逼啊 真的傻逼 怎麼說什麼叫傻逼啊 真的傻逼啊 你幹嘛會去照顧人家 人家也沒有說要你啊 對不對 就是哎呦我不好意思我意氣啊 我兩肋插刀喔 這就男人啊 我也一樣啊 就是傻屌嘛 傻逼嘛 就傻屌跟傻逼啊 為什麼呢 藝人覺得什麼都不好意思 哎呀我要這樣子做 我要這樣子做 其實這個藝人呢 很可憐的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很可憐 怎麼說 你看到哪一棟大樓是藝人的大樓 你沒有看到一棟大樓是藝人的 嗯 就是說有幾棟房子就不得了了 嗯 人家人家蓋房子都說神經病 我大樓我隨便就有五六棟 嗯 人家也沒有什麼造成什麼轟動話題啊 是 藝人呢好像有一棟房子 就已經有話題了 嗯 就是藝人這個族群呢 被放大 這個族群特奇怪 是 就是很不可思議的一個族群 很可憐的一個族群 嗯嗯嗯嗯嗯 你們有沒有覺得 孫大哥講話充滿哲哩 哲哩有真的 就他真的人生是有智慧 是啊 那可不可以來給大家參考一下嗎 為什麼四十幾年的婚姻要離婚 嗯 我覺得 嗯 情近了 緣也近了 哦 嗯 其實我們很好商量啊 嗯 他說我要跟你離婚 我說好啊 嗯 離呗 嗯 他說什麼時候約一下 約一下呗 嗯 約一下去蓋個樁呗 嗯 蓋個樁完了一人一個身份證一看 後邊沒有名字了 嗯 就就好了 就解決了嘛 平常有沒有住一起啊 沒有 沒有 以前離開 我已經離開這個家大概 我從一九八六年離開 嗯 那所以前妻一直在台灣是吧 對 然後你一直住夏威夷 對 我住夏威夷 住大陸 嗯 我兩千年到大陸去了 是 嗯 所以我覺得說 夫妻離開了 嗯 就是離開了 是 從你當時要 離開那天 你就要有一種 準備 就是要準備要離婚了 哦 我覺得這個真的 不要說 哎呀 有 有什麼什麼什麼 隔了那麼遠 嗯 他不可能有感情了嘛 是是是是 所以夫妻不能 原起原滅哦 嗯 原起原滅 夫妻呀 不適合 離開太久 嗯 我就覺得我就是 光棍一個嘛 我在夏威夷 嗯 我也沒覺得我有老婆 嗯 嗯 那可是 離婚沒有錯啦 就原起原滅 這個沒有感情了 可是它裡面牽扯到 小孩雖然大了 牽扯到 財產的問題啊 我通通不要可以吧 哦 你全放啊 我全部啊 嗯 我我我我近户 近身出户啊 可以了吧 嗯 我什麼都不要你的啊 哇這個你會感動啊 真的 不得了啊 我怎麼都沒有 遇到這種的啊 我什麼今天還來的 給他來拜光光啊 真的 我們都是給的 我什麼都沒有啊 我什麼都沒有啊 我就空著手 我就提個包包 我連包包都沒提啊 嗯 我就出來了 所以你是在被動 等候你的前妻 然後通知你說 我們離婚嗎 不然這幾十年 我也沒有等待 我就是順其自然啊 對我說 那幾十年 他都沒有抱怨嗎 都 有啊有啊 分隔兩地耶 我覺得一定有抱怨 所以人啊 不能分隔兩地 分隔兩地啊 就會產生距離 是 產生距離就會產生隔離 你獨立生活慣 你有帶著他嗎 當時去夏威夷 我要帶啊 他問題是他不行啊 他前期事業是也很強 在廣播電台 舉行了四十幾年的 他不能走啊 是 他有他的事業 他有他的事業 那我覺得就是說 當你不能走的時候 就是已經要 我就知道 我已經看到結果了 因為他們選擇了 不同的生活方式了 是 都想要去做生意 我已經看到結果了 所以說 離了就離了嘛 怎麼辦呢 因為不能挽回 對不對 這種東西 就是要大欺一點 好啊 你要房子要什麼 通通給你 那方便問說 總共的資產給了多少嗎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幾間房子或者是 十來間房子吧 美國的房子還是台灣的 好像有問到重點 還有生活方式 前期跑車啊 這些東西的 很大嗎 這個話 好了 老實講 是那個我們這樣子 兩個人都不講話 明天收視率可能最高 我覺得 不過我覺得 孫勤聽起來是很大氣 真的 都給耶 就是十幾間房子 就直接給了 就給了 那你要怎麼樣呢 你要怎麼樣呢 你去跟他計較嗎 還是去 等一下 先休息進廣告 這個夫妻風格兩地 那你在這個中國大陸跟美國 那你有紅粉之急嗎 當然有啊 要不然我怎麼活 要不然怎麼活 是... 對不對 我是男人耶 有幾個 真的... 洪一你看他那個鼻子 不要浪費他的鼻子 那個鼻子一看就知道 很有錢啊 小弟我問得怕怕的 對不對 你很小心很小心地在問 不是啦 我覺得啊 幾個不是問題 是 你能不能照顧得了 這個才是問題 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有責任心 不是... 不是... 那你有紅粉之急 你也得照顧人家 你怎麼可以把財產全給了呢 那就給了 怎麼辦呢 你跟我的... 我就什麼都沒有 大屌一個 你要怎麼樣嘛 要不然就不要來嘛 就是這樣子 我就這麼一個... 現實就是這樣子 是... 我什麼都沒有 要跟就跟 不跟拉倒 對不對 要講明的 是... 你不要被我騙啊 我鼻子很大 還有錢 我告訴你啊 很多女人 被我騙了一輩子 到現在還失望啊 這個鼻子是假的 會不會你很會賺錢 不是啊 講來句話啦 我覺得... 我覺得... 你要什麼事都要坦誠啦 是...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最重要 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我... 我有留一些... 古丸給我的這個... 這個... 我就是告訴你 這些東西就是 我死了就是你的嘛 我也沒有東西可以給你 你留給誰 古丸你留給誰 我就... 就留給現在這個... 女朋友啊 或者是什麼 你不管他 就說 我覺得你還是要有一種責任感啦 沒錯 我覺得男人還是要有責任感 是... 那單位對感情還會有期待嗎 當然期待啊 女生都會期待有感情的啊 總是要有一些想法吧 對愛情 還是會有的 是... 那... 對於那種羅曼蒂克的 已經沒有什麼幻想了啦 年紀大了 那你沒遇到... 你沒遇到對人了 我沒遇到你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80年代啊 80年代啊 你在我們節目上就撩起來了 對啦 後來有遇到過嗎 戴薇姐 你看春情多厲害啊 在這兒就撩妹啊 好的對象嗎 對 後來對 也沒有耶 單身之後 也沒有就是 好像就滿... 離那個感覺就很遠 很難觸動到你了 有人就會介紹什麼 但是就是好像那個感覺 很遠很遠這樣 那如果說有你喜歡的男生 雖然他沒有動作 你會主動追他嗎 我現在啊 我現在應該會主動去追他了 你今天不敢 我現在會 有 剛剛那個妹說OK啊 有啊 有啊 可以 非常可以 不過講實在話啦 就是說 演唱會其實很好體力的 對 而且是三場 那這個孫大哥 你是怎麼樣練你的體力啊 我沒有練耶 我就偶爾打打球 我每天走一萬步 一萬步不得了 一萬步大概有八公里有 有吧 應該有 八公里 對 八公里左右 我就每天就這樣子 這就是我所有的運動 你沒有肚子呢 還好 保持得不錯 這個是床上功夫 這是床上功夫 你在哪裡走啊 在 我到處都可以走 我只要走路 能走 我在昨天晚上 我就回來晚了 回去晚了 我在停車場走 我也走了 走了一萬兩千多步 了不起 也可以走了 這是一個意志力嘛 我就是意志力 我就是練腿 我的腿沒勁嘛 練腿 對 那單位是怎麼練體力的 我 其實 大家都知道 我在做垂直流離 對 那我做垂直流離 剛從義大利回來 對 其實做垂直流離 它也是很費體力 然後也要鍛鍊臂力 對 因為它很重 對 平常的話 大部分來講 我是打羽毛球 打羽毛球 羽毛球很好體力 對 可是很好玩 很好玩 比高爾夫球要好玩 我覺得 不能比較什麼比較好玩 對 就看你喜歡哪一個 對 我自己比較喜歡那個 殺球的那個感覺 要殺 對 跳起來 殺下去 對 你還能要殺 對 雖然跳得不高 但是還是可以要殺一下 那你身材是怎麼樣保持 其實也就是少吃 我最不建議人家就是吃減肥藥 減肥 因為那會傷身體 對 那就是晚上那一頓呢 就不要碰任何的澱粉 然後最好是在六七點鐘 最晚最晚 七點鐘 一定要把你的晚餐 蔬菜跟肉把它吃完 就OK了 這是 那也很克制 很克制 非常克制 我就覺得我好像從來沒吃飽過 除了我在做小孩的時候 真的 而且她 妳是模特兒 因為模特兒的時候 就不能夠吃 所以就 一天到晚就不吃 然後 然後一直 後來拍戲等等 對 就為了要維持 也沒有什麼吃 所以 後來就大開殺戒 就吃到八十公斤 八十公斤 好 這個在節目的尾聲 跟大家報告好消息 這個2023璀璨人生的演唱會 有這個孫晴大哥 有這個單位 還有張逵大哥 那他們三位呢 在六月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連續三天 三場的這個演唱會 在晚上的六點二十分入場 七點準時開場 那地點是在台北市 花樣HANA展演空間 HANA是不是就是日語的花 對 OK 然後演出的地點是 仁愛路 台北市仁愛路一段 十七號十樓 票價每一場兩千五 VIP的話五千 電話是 怎麼那麼好 介紹到我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來講吧 電話是